骑单车在自行车道 最怕碰上机车来 真道现在机车组可要注意了 所以在新北河滨公园四处 都增设了科技执法设施 刚要进入新北市的河滨公园 就有黄色提醒标志 前方有科技执法 因为少数民众会贪图方便 加上河滨没有红绿灯 直接骑上河滨公园的自行车道 老人跟小孩真的很多 那如果说你不开罚的话 你撞到了 那出人命了怎么办 午后不少民众都会来这走走 因此新北市府在树林 芦州淡水细致六处自行车道 增设科技执法设施 如果车辆违规闯入 可以依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 来开罚 先增加的那个六处科技执法的品位 目的就是为了让运动的民众 还有新人 身上朋友 更无障碍及安全的通行园区 然后所以我们针对违规 系机车进入比较频繁 很多的这个位置所进行的一个设置 考量到出入口车组又会让通行不方便 采用科技执法来遏止违规 其实过去在河滨公园 新北高滩处以设立走处的执法设施 在今年一月到六月 一共取缔一千四百九十二件违规 较去远同期 每月平均增加五十件 今年五月就有骑士 直接无视警示标志 尤其在上下班时间 因为赶时间就超近路 他们都是上班时间赶不及的人 偷偷跑的啊 科技执法二十四小时不间断 也无论平日假日 就是要降低意外风险 TVA生销让佩佩台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